大家好,今天是10月23日,星期三,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随后分析大盘指数和热门股票 美联储发布贺皮书 通胀放缓,就业危增,长期前景乐观 通胀的状况 美联储贺皮书报告称,美国通胀持续放缓 大多数地区的销售价格已轻微或温和的速度增长 但鸡蛋和奶制品等食品价格涨幅较大 房价小幅上涨,租金持平或略有下降 消费者与投入价格 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上升 投入价格总体适度上涨 保险和医疗成本上升压力更为严峻 投入价格上涨速度快于销售价格 压缩企业利润率 就业情况 贺皮书显示 就业人数略有增加 半数以上地区报告 就业人数有所增长 裁员仍然有限 招聘主要侧重于替代而非增长 工人可用性提高 某些技能或行业的工人仍然难以找到 如技术、制造业和建筑业 工资总体上继续以适度至温和的速度增长 但一些地区或行业的工资涨幅高于平时 经济活动与前景 多数地区经济活动变化不大 受访者对长期前景较为乐观 制造业活动下降 银行业活动稳定至略有上升 消费者支出报告好坏参办 消费构成发生变化 转向较便宜的替代品 房地产市场活动总体稳定 库存增加 房屋价值基本稳定或略有上升 商业房地产市场总体持平 数据中心和基础设施项目提振部分地区活动 其他影响因素 短暂的码头工人罢工造成轻微暂时中断 飓风破坏影响农作物和商业活动 农业活动持平或略有下降 能源活动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 能源价格下跌压缩生产商利润率 市场反映 贺皮书报告公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 市场情绪承压 传奇投资者 Jones 做空美债做多黄金和比特币 通胀压力将上升 他认为 无论特朗普还是哈里斯赢得总统大选 美国的通胀都将上升 原因是两位候选人都做出了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承诺 但对赤字问题视而不见 如果赤字问题得不到解决 美国将可能通过通胀来摆脱债务 避免固定收益 做空长期美债 他正在避免固定收益投资 并做空长期美债 以应对通胀风险 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务在25年内 从占GDP的40%增长到近100% 处于不可持续的轨迹 购买黄金和比特币对冲通胀风险 他在大选前购买了黄金和比特币作为对冲通胀风险的手段 他看好黄金和比特币的保值能力 认为大宗商品也被严重低估 通胀问题将因特朗普胜选而加剧 经济学家预测 如果特朗普胜选 美国通胀问题将更加严重 原因是特朗普计划大幅提高关税 并延续2017年的公司减税政策 他已经调整投资组合 包含了更多的通胀交易 因为他认为特朗普可能会赢 美债收益率上升 近期美国强劲的经济数据 推高了经济不着陆的风险 加之市场对特朗普胜选预期增强 美债收益率迅速上升 例如美国十年期国债 在周一上升11个基点 之后继续上涨 债券市场可能抗议 他认为 如果下一任总统不调整政策 以应对美国上升的债务 占GDP的比率 将面临债券市场的抗议 他提到 债券维权者去年已经拒绝购买美债 导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5% 在特朗普和哈里斯的计划下 赤字将继续增加 债券市场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财政警报一发出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发出 财政警报的亿万富翁投资者 另外一个人也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他正在做空债券 两人都认为两党的财政鲁莽行为 即将出现 并对此表示担忧 下一任总统必须解决赤字问题 他认为 下一任总统必须解决 巨额赤字的问题 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 他提到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 但认为 这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黄仁勋说 英伟达Blackwell芯片 克服设计难关 第四季度将出货 设计的缺陷已修复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 黄仁勋表示 在台积电的帮助下 英伟达最新款 Blackwell AI芯片的设计缺陷 已得到修复 这个设计缺陷是功能性的 但导致良品率很低 影响了生产进度 黄仁勋坦诚地 承认了 这是英伟达的错 发布与推迟 英伟达于今年三月 发布了Blackwell芯片 并计划在第二季度发货 然而由于设计缺陷导致的生产问题 发货被推迟 这一推迟可能影响了 包括Meta Alphabet和微软在内的客户 市场需求与出货 尽管发货被推迟 但黄仁勋表示 市场对Blackwell系列处理器的需求是疯狂的 戴尔已表示 将很快开始出货 搭载英伟达Blackwell人工智能加速器的设备 谷歌也表示已开始运行 基于Blackwell系列芯片的服务器 与台积电的关系 据媒体报道 延迟生产导致了英伟达和台积电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黄仁勋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台积电在帮助英伟达从产量困难中恢复过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Blackwell芯片的特点 Blackwell芯片采用了英伟达之前产品大小的两方硅片 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的组件 这种设计使得Blackwell在执行诸如为聊天机器人提供答案之类的任务时速度提高了30倍 发货时间 在最近的高盛会议上 黄仁勋表示 Blackwell芯片将在第四季度发货 这一消息对于期待这款芯片的客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新型超级计算机发布 在丹麦王仁勋发布了名为Gphone的新型超级计算机 该计算机拥有1528个图形处理单元 是诺和诺德基金会丹麦出口和投资基金 以及英伟达合作建造的 这一发布进一步展示了英伟达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实力 伯克希尔哈萨维官方声明 巴菲特远离社交媒体投资与政治推荐 伯克希尔哈萨维发表声明 今天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官网罕见发表声明 声明强调公司董事长巴菲特 不会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任何投资产品和政治候选人 声明原由 声明发布与互联网上的AI伪造名人讲话现象加剧有关 同时美国大选临近 顶级富豪的助阵成为选举热门看点 这也错使巴菲特公开发声 巴菲特公开解释 巴菲特担心有人冒充他 因此伯克希尔在网站上发布了这个声明 他提醒人们不要相信那些声称 他在告诉大家如何投资或如何投票的人 今天我们留下四个字 伯克希尔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那么今天给出了一根大阴线哈 我们看到纳指下跌1.6% 1.7%左右 对吧 那么我们说我们允许市场给出回撤哈 那目前能不能判断为超级大顶呢 还不能 对吧 因为空头呢 还是比较小哈 比较小 尽管呢盘中呢超过了2%的跌幅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丢丢的下影线 多头呢如果担忧的话 可以适当少量的减仓哈 少量的减仓 我们看一下一小时K线的感觉 你看 跌下来之后呢 尾盘呢有所反弹哈 表明呢 这个位置啊 整体是一个复杂的震荡 表明这个位置是一个复杂的震荡区间哈 他呢就是啊 不愿意去突破哈 你看这个感觉跟这还是挺像的哈 那么后续呢 也完全有可能给出一个进一步的回撤哈 那究竟是不是超级大顶呢 现在还不能确定哈 因为我们的长线趋势线还有效呢 跌破之后还得反弹呢嘛 对不对 所以呢想要确定大顶时间和空间都有 我们再看日线 如果我们把这个震荡区间画好之后 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震来震去的一个行情哈 那对于多特来说呢 对于震荡行情都是可以做减仓的处理的 那如果后续呢再跌 那你要去接近这根黄色的上涨趋势线才行哈 接近之后看反弹的情况 看跌破的情况 看跌破之后反弹的情况 看反弹之后下跌的情况 是吧 所以啊 仅通过一根阴线呢 是不够的 我们今天盘前特别叮嘱过大家 如果出现了一根阴线呢 也不用过于的恐慌呢 对吧 不一定咋地呢 这个图表 是吧 嗯 说都想知道哪里是顶啊 谁也不知道啊 谁也不知道哪里是顶啊 好 我们看一下罗素 罗素呢也跌了一下 又弹了起来啊 你看 他也是一个无序震荡这种感觉了 对吧 嗯 道指 道指应该是给出一个小回撤了 嗯 呃 标普也是啊 是吧 嗯 好 那么美股大盘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 在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上涨之后呢 不断的给出回撤啊 就这意思 现在你说能判断为大顶吗 还不能啊 真的还不能 是吧 没有那种感觉 啊 你看今天的K线呢 空头呢 还是有一定的犹豫 说 真正要走出大顶就晚了 怎么会呢 怎么会晚呢 我们的趋势线 黄的 是吧 我们的水平支撑区还没摸到呢 超级大顶不会那么多的啊 老是出现超级大顶还了得 但是也有可能 对吧 也有可能 呃 我们看一下美元 今天美元又延续了比较强劲的走势 今天盘前我们也大概思考了一下 美元后续的走势啊 这美元 近期的强劲的反弹啊 和我们的降息 大的方向呢 相背啊 这样的话 后续呢 降息的力度呢 至少要维持在25个基点 因为啊 它的一个强劲的反弹呢 给降息反倒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那么关于谁当选之后啊 通胀会怎么样的问题 也会影响降息啊 那如果通胀大幅的反弹 美联储就没有办法持续的降息 所以现在有很多复杂的现象是矛盾的 通胀卷土重来 美联储无法降息 是吧 呃 你盈利性不好 利润率在降低 刚才那个贺皮书里也提到了吧 或者是这个刚才那个投资人说了啊 那这样的话 很复杂 当前这个情况 到底怎么搞 所以呢 我们还是需要动态的跟进一下这些重大的事件和政策的变化 包括他市场对他们的解读啊 光靠我一个人去感受也感受不出来啊 他们估计也很头疼 到底降不降息呢 不降息 真 真受不了了 是吧 要降息呢 降息也受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美元这个东西也挺复杂啊 不过呢 技术面简单的 技术面就是一个多头伯断啊 正在涨 强吧 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呢 目前 应该说也不能判断为顶部啊 稍微有点疲软啊 跟这差不多啊 我们在黄色的趋势线上方都不能判断为顶部啊 都当做回撤来应对 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惨烈的股票 那么今天 德州一气发布了财报啊 我们盘前说了啊 忘了分析他的图表了 他图表呢 基本上以震荡 为主啊 趋势其实也挺强的 那近期的走势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呃 是一个震荡行情为主啊 我们给他画一个框吧 震荡行情吧 就一个框里震荡吧 窄一点吧 那么突破上方的时候呢 可以去做多 或者是在震荡区间支撑区附近都可以去做多 因为他下方呢 还有大型的震荡区间支撑啊 那 大型的震荡区间呢 我们不妨呢 就画一个 画两条线就行了啊 作为他的一个熊市 对吧 现在是进入到一个牛市的感觉 我们把近期的趋势调一下 哎 大概这么一画 有感觉了吧 嗯 或者说啊 这个长线趋势可以画这个 啊 这趋势线呢 就调来调取啊 所以说我们一根趋势线有时候不够用 我们再画一个 我们就用直线吧 因为比较长 我们就这样画 哎 看看能不能沿着这个趋势线走一走 我们把这个趋势线 画成紫色的 沿着紫色趋势线长 那就是牛市啊 其实他整体是以牛市为主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对吧 第二来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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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做多 还是少数今天领长的图片啊 啊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还好啊 台积电啊 因为前两天小回撤了一下 今天呢 给了一个反弹 我们也不能判断为顶部的 对吧 做 做是我们这几天关注的一个超低谷啊 大家看看周线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下跌 洗盘 反转 是吧 应该优先选择做多 今天呢 也没有这么低 是吧 技术面上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啊 不过如果美股后续走坏的话 很多图片有可能就疲软了 就震荡 好 我们看一下PayPal PayPal还好 我看一下周线 对吧 周线本周啊 也是仍旧是一个小阳线的感觉呢 所以呢 暂时还不能看空啊 暂时还不能看空 不过呢 我们要提防着他给回撤的可能性 波克希尔的感觉 波克希尔也是一个窄幅的震荡整理啊 整理行情 目前还不是熊市啊 他都走熊市了 那美股肯定是大熊市 他现在还没有进入到熊市吧 这个呢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的指标 好 这是 这个 我们看一些龙头吧 微软 微软呢 昨天 对吧 昨天我们 呃 在这个会员视频里也提到了一下微软 这个图呢 目前是今天给了一个回踩哈 我们看一下一小时图 嗯 回踩 那今天 明天吧 明天最好是强劲的指低啊 最好是再来一个强劲的指低 一小时K线 今天尾盘有点指低啊 因为下方毕竟有支撑区啊 所以 呃 最好来大阳线弄起来 这样的话就还是做多的架构 好 这是微软 嗯 骨骼 骨骼仍就在这个框框里震荡是吧 你看 这就叫皮软啊 你看龙头骨 它涨 涨一点点就回来 讲一点点就回来 也皮软 为啥你 你先不用管环境哈 先看K线 是不是皮软 是吧 嗯 它就是不愿意动 它就是不愿意给趋势行情 我们的市场中有两种运动状态 一种是震荡行情 一种是趋势行情 趋势行情 现在它不明显啊 那就是 也就是说 它在另外一种状态中 什么状态 震荡行情的状态 啊 维持了这种 稳态哈 也不能看前空的 对不对 震荡行情也不是趋势行情吗 前空头行情是趋势行情 对吧 空头行情是趋势行情 震荡行情是不是相对稳态哈 没有倾向 呃 苹果 对吧 都是在高点附近啊 都又有犹豫了啊 嗯 都犹豫了哈 怎么办 那如果再跌的话 还是得检测啊 嗯 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 这根K线今天还好啊 是吧 他又 都是有反弹 这种迹象啊 这样的话 也不能看前空啊 暂时还不能看前空 看一下一小时多 你看 稍微有一些 也不 这个 太严格了也不行啊 我们日线呢 其实他没有跌破 对吧 一小时K线呢 他有点往下来 明天如果拉上去就没事啊 如果再跌的话 就是回撤了 所以啊 看小 看一小时图的话啊 跌下来就是回撤了 再拉上去 这就是 趋势线变平缓了 仅此而已 是吧 因为我们看日线 他是正好落在趋势线上的 他没有跌破 所以不同级别 时间框架的交易者 他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看日线的话 没有跌破 影线嘛 明天上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日线级别 明天也发现是下来 那就和我们的一小时K线就 共振了 就会给出新的回撤 那给出回撤的话 我们美股就继续回撤了 我们看一下区块链领域 区块链领域也是有回撤 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本顺利啊 因为美股现在整体还是一个疲软的氛围哈 好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这个和能的这个和能这个图本之后啊 给出了回落 我们当时说啊 这种这这种图呢 先只能是市场 等待回撤 止跌之后再去做 是吧 我们是知道这一点的 对吧 你看他一下子说回撤了吧 接下来看强劲的止跌情况 我们不妨呢 画一个局部的下跌趋势线 等待一个前台的右侧点位 他如果加速下跌呢 那是等更深的位置再去建仓了 是吧 我是知道的啊 不是说让大家去追高 没有啊 我们看一下arm arm今天和这个高通有矛盾是吧 arm也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再看 又去摸这个黄线了啊 后续看直接的一个情况 因为在趋势线上方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特别是中线长线交易者 他也不会去卖啊 他就再看看长线的一个表现 包括这个高通啊 今天的高通下来了哈 高通和arm的这个矛盾呢 大家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 上期节目也有 如果再跌的话呢 就高通先不要做了 对吧 这种疲软的行情呢 就是盈利性比较差啊 甚至小幅亏损 也可以先离场 对吧 好 今天整体上呢 不行啊 不行 好 最后呢 欢迎大家去看我们的会员视频 今天有这个环球股指分析 包括 最新的牛股分析哈 稍后呢 我们可能会再录制几期 会员的一些视频啊 两块九毛九一个月就可以啊 对行业和这个热门股票 包括全球主要股指 感兴趣的可以 可以加入会员啊 好 待会见 看到了吗 这个也是 放下了